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在参加台湾智库活动时旺称 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 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 还就钓鱼岛发表错误言论 民进党当局对设钓鱼岛错误言论一声不吭 反而感谢安倍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二号进行了批驳 马晓光表示 安倍晋三网顾事实颠倒黑白 妄图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 妄图挑战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令人震惊 他在台湾问题上鼓吹恶华怂恿台独的论调 反映出他在历史问题涉台问题上固守错误立场 不思悔改 不断滑向危险方向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以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 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们敦促日方一些人深刻反省历史 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采取错误行动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违逆中华民族利益和岛内民众扶植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 企图靠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和谋取政治私利的挑衅 必遭挫败 安倍晋三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 也引起了岛内部分人士的不满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就表示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安倍的发言 张亚中质问道 日本介入两岸事务的依据在哪里 大陆会买账吗 台湾可以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 相信日本政客嘴巴讲出的话语上吗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安倍的发言 每日没有法理的权利介入两岸事务 在国际法的正当性上 是不足的 联合国也难予以支持 当美日与大陆在台湾事务上 以权力较劲时 战场设在台湾 无论如何 倒霉的一定是台湾人民 张亚中还奉劝安倍 别卸任后还吃台湾豆腐 他还呼吁台湾蓝绿两大政党 别再犯傻 两岸关系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面对与解决 反莱珠投票榜选举 真爱藻礁 重启核四等四大投票案 18号登场 这场投票表面上涉及政治民生环保政策 实际上已经渐渐升高为蓝绿对决 也冲击着蓝绿内部生态 在民进党全面迎战之后 此次四项投票案的民意 已经有所反转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1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重启核四一案 甚至已经遭到了逆转 有媒体评论认为 假如开票结果不理想 不仅不能撼动蔡英文与苏贞昌 还可能会给国民党自身 带来一定的反作用力 其中国民党前主席江启成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很可能是最尴尬的两个人 迎战四大投票案 蓝营方面看似 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操盘 但战场早在江启成 担任党主席期间就已经开辟 如果四项投票案全遭否决 虽然朱立伦难逃责备 但江启成也不见得能够置身事外 日前江启成就联合其他民意代表 火力全开 炮轰蔡英文滥权 搭乘台湾空军行政专机 去台湾南部宣讲 你认为他去共同宣讲 是公务 我认为公务 对啊 去共同宣讲是公务 油钱有没有说来自于 民进党党部付的油钱 有没有来自于蔡英文 个人口袋付的油钱 有或没有吗 没有啊 至于侯友宜方面 他身为新北市长 一直被视为国民党2024的王牌 但日前 有国民党中常委 炮轰侯友仪是不沾锅 对投票案态度冷淡 针对此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面缓甲 称不要中了民进党的忌 民进党就是希望制造国民党的纷扰 到18号投票日之前 他都有安排民代 和地方首长的相关活动 请大家拭目以待 不要中民进党的忌 他就是希望见风插针 制造我们党内的纷扰 第一个 我们全党一致努力 侯友仪本人 二号也终于打破了对投票案的沉默 公开声援反萊珠 我很在乎的是 萊珠绝对不能进来 进来香港媒体关注到 台空军的相关情况 香港亚洲周刊网站日前报道称 台湾F16V成军新构战机 加上现有战机提升 台湾将成全球使用F16最多的地区 港媒注意到 11月18号 台湾首批F16V成军 台湾共有141架F16AB 将全部提升为F16V 在未来以每个月 两至三架的速度交货 预计在2023年全部完成 加上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66架F16CD 也将在2025年完成交机 届时台湾将拥有 207架F16战斗机群 成为全世界使用F16战机 最多的地区 不过这看似所谓风光的背后 也透露出不少的隐忧 首先是钱的问题 F16AB升级方案的价格 高达1400亿元新台币 新购置的F16CD 要2500亿元新台币 明年起还要另编预算 采购各类精准弹药 打造F16机队的代价 至今已经高达了4300余 亿元新台币 而未来还会持续加码 这些钱从哪里来 似乎美国已经想到了办法 新加坡联合早报2号报道称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任 邱国正日前对于美国 有一项台湾提供贷款 以采购美国军备仪式予以默认 此外台湾中国时报也评论称 如果说装备的问题 可以靠钱克服 那么人力问题则更难解决 F16部队扩边有107位飞行员的直缺 这就意味着台军5年内 要培养5成的新飞行员 如果无法达到 恐面临没人可飞的窘境 澳大利亚议会报告鼓吹扩军 渲染所谓中国军力威胁 澳方官员还频繁发表 涉台危险言论 声称一旦台海有变 将与美国共进退 为何澳大利亚在涉台议题频繁挑衅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澳大利亚强势挺台独 谁在背后捣鬼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日澳大利亚议会在报告中 渲染中国威胁 鼓吹扩军以应对与中国的冲突 一段时间以来 澳方官员也频繁发表 涉台危险言论 声称台海一旦有变 将与美国共进退 澳大利亚为什么突然在涉台议题上 铤而走险 谁又是背后的推手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市新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欢迎二位 李鸿 北京的晓辉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鸿好 游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澳大利亚频繁地就涉台问题 发表言论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具体的了解 日前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外交 国防和贸易联委会 在发布的报告中 渲染中国所谓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总兵力超过200万 并且敦促澳政府 在中澳紧张局势 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紧急考虑 大幅增加国防军规模的必要性 近一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频频发表涉台危险言论 声称台海一旦有变 澳方将与美国共进退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 近日也妄言 如果美国派兵 澳大利亚也将出兵 有评论认为 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 主要是因为背后的靠山 美国近期也总试图 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 而对于澳大利亚 一再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澳方应客观理性看待 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避免战略误判 澳大利亚某些政客 应停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 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在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了解到了近一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在设台问题上的 不当言论 还渲染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 那么为什么现在澳大利亚 跳到了台前 频频地对中国发出这样的挑衅 幕后到底谁是推手 澳大利亚最近很多的发言 我认为就是在中美博弈之间 明白地选了边 所以我们先要从了解美国开始 美国它在做什么 它就是为了要压制 要围堵中国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 把台湾当成一颗棋子来用 在美国的眼里 台湾实质上可以作为 对中包围网的一环 宣传上台湾又可以被当成是 被大陆打压 用来拉拢其他国家 压制围堵大陆的一个好的题材 那台湾这边的民进党当局 因为它想搞台独 想摆脱一中 所以就积极地跟美国配合 所以你可以说台海今天会这么紧张不安 跟台湾跟美国这些政客的合作有关 那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美国在压制围堵中国的过程里面 要拉拢的一个对象 那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的言论 在最近看来就是想要一面倒向美国 从四月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叫佩祖洛 他就说战鼓正在敲响 澳大利亚必须备战 对谁备战呢 当然是对中国备战 今年五月总理莫里森就说 他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 他说对台湾的政策 澳大利亚是坚定不变的 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 澳大利亚将会履行支援美国跟盟友的承诺 说的更大声的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叫达顿 十月的时候他说 到时候不管美国会怎么反应 澳大利亚会坚持跟美国同进退 最近这个达顿的言论更暴冲了 他去渲染中国的威胁 说台湾如果被大陆拿下来了 下一个就是钓鱼岛 然后大陆就会燃止印太各国 让各国都成为中国的附庸国 这个说法说完之后 达顿被批评了 莫里森还出来说他支持达顿的观点 那美国一直在搞战略模糊 但是美国又担心 战略模糊好像他的威慑力量不够 但他又不想要让自己战略清晰 失去战略的弹性 那被战争拖下水 所以他就要让自己的盟友来喊一喊战略清晰 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在干这个 不过这些澳大利亚喊备战 喊对抗的动作 只是让区域局势更恶化而已 就像日本跟台湾的一些政客一样 澳大利亚这些政客嘴巴喊得很大声 名为抗中 其实更多的是内部政治的选票考虑 还有就是扩充军备的过程里面 那个利益是很大的 不过他们会敢喊这么大声 背后主要还是认为 有美国在顶着 有美国在撑腰 是在狐假虎威 澳大利亚自从莫里森上台之后 对华还是非常不友好的 现在公然去插手中国的那种问题 发表那么多不当的涉台的言论 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要冲到第一线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 澳大利亚离台湾那么远 他们这么做就是多此一句 其实在台湾的问题上 我们看到的是 澳大利亚和美国一直在对剧本 而且澳大利亚在配合美国 在进行演出 11月10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参加纽约时报 进行的一场对话会的时候 就提到台湾问题 他说一方面 美国要按照台湾关系法 在防卫方面对台湾进行支持 同时谈到 如果台海发生局势的变化 很多的国家都会采取反对的行动 而美国口中的很多的国家 当然就包括澳大利亚防长 所提到的所谓的同进退 另外还有此前 日本防务部门的官员 也说所谓的台湾有势 就是日本有势 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表态 但是所谓的很多国家 很明显并不是美国所说的人多是重 而是美国在努力的拉着自己的一些盟友 来制造一些声势 但是不管怎么样 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种配合 是增加了美国的戏码的 它的一些戏份 是增大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声音 而另外我们会看到 美国在让澳大利亚冲锋陷阵的时候 确实也是在利用澳大利亚 那我们近期注意到一个现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这被认为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在参加澳大利亚一个智库 叫洛伊研究所所进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 特别的强调的是 美国现在对于当前亚太的形势 包括美澳之间的关系 中澳之间的关系 所进行的判断 他说现在当然澳大利亚面临着 来自于中方的巨大压力 但是他强调的是 所谓中方是尊重实力的 所以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扛下去 顶下去的话 那最终是能够和中方实现和解的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是 在与中方所谓对或者是顶的问题上 其实美国自己现在已经服软了 我们还记得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中美进行安克雷西会晤的时候 美国曾经咄咄逼逼人 试图从气势上压倒中国 但是当场就被中国告知 我们不吃这一套 那此后在与中方进行高层往来的过程当中 美国就已经放弃了 通过这种所谓的示威 施压的方式 能够获得优势的这种手法 现在中美之间的对话 从美方的态度来说 已经是较为客观理性 美国自己已经后退 但是却把自己的盟友往前推 希望盟友能够冲在前面 与中国进行交锋 这样的一些举动 明显的是没有考虑到澳大利亚方面的利益 那么从澳大利亚国内 现在对于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批评 其实也反映出的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莫里森政府 他的整体的外交政策 已经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澳大利亚目前的军事战略 是出现了决策失误的 但是据说现在澳大利亚和美国 也正在频密的沟通 制定一个所谓的应急计划 应急应对什么呢 就是应对台海之间 可能会爆发的军事冲突 那么美国跟澳大利亚之间 在军事设施上 军事部署上 军事互动上 都有哪些合作 拿台海当理由 渲染中国威胁 喊备战 除了政治利益 这些澳大利亚政客的 实际上就是想扩军 就像最近澳大利亚 就有人提议说 澳大利亚的作战部队 人数不够要增加 还有人在喊说 要组建灰色地带的军事力量 大概也是想搞网络信息战了 那这些扩充军备 搞备战的说法 其实对澳大利亚来说 等于是制造了一个 本来根本不存在的敌人 那因为把这个 根本不存在的敌人制造出来了 而且又在言语上不断挑衅 他们就必须配合美国 对各种作战的情境做想象 像最近美国国防部 发布了一份叫做 全球态势评估的报告 里面就提到 必须备战 所以未来美国 会在澳大利亚 部署新一代的战机 跟战略轰炸机 而且会有更多地面部队 跟后勤方面的合作 现在在冷战式的 那个第二岛链围堵的心态底下 澳大利亚就被认为 是位在第二岛链 最南端的关键战略位置 所以一旦发生台海 东海或南海的冲突 第二岛链就是美国的前进基地 可以支援第一岛链的作战 那另外像是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在十月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AUKUS 三方安全伙伴的协议 那个也带有浓厚的围堵中国 跟威慑中国的意图 当时澳大利亚还说 哎呀这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那根据这个协议 澳大利亚要在未来数十年 向英美采购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舰 所以创造了一个 本来不存在的敌人之后 下一步你看就是大搞扩军 不过核动力潜舰要交付 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你现在就在那里喊备战 哪里来得及呢 所以澳大利亚又有人在炒作说 哎呀现在就有防卫缺口了 所以可能要先租用潜舰 国防部长达顿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有AUKUS 中国就可能会对澳大利亚 发动网络攻击 当然这也是他的信口开河罢了 那为了努力表现 澳大利亚想让自己成为美国 抗中的极先锋 澳大利亚这场备战拉 加强军备的戏码 也算是卖力演出了 但是台海明明跟澳大利亚距离遥远 而且本来澳大利亚跟中国大陆 有紧密的经贸关系 你现在为了争取美国的盟友地位 这么一面倒向美国 搞成现在好像澳大利亚自己 也是兵凶战围的局面 真的值得吗 我认为恐怕很多澳大利亚人 也是不同意他们的当局 这样的做法的 那么现在大多数评论都说 莫里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利益的极先锋 而美国也是澳大利亚背后 所谓的靠山 这个靠山吃山 澳大利亚靠美国能拿到什么 那么跟美国如此绑定 它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 其实现在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必须要进行反思 那就是紧跟美国的步伐 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 到底是有得还是有失 很明确的是澳大利亚在牺牲 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服务美国的战略利益 在近些年 澳大利亚与美国在进行 合作的过程当中 已经在丧失自己的现实利益 近时期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数据 那就是2021年的前9个月 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 相比于去年的时候 已经减少了173亿澳元 这是相当大的损失 那么从另外一组数据可以看到 填补澳大利亚失去的中国市场的 是包括它的亲密盟友 美国在内的一系列的西方国家 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 美国让澳大利亚冲锋陷阵的时候 澳大利亚损失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 那么现在澳大利亚国内还在算一笔账 那就是如果中澳关系继续遇冷的话 那么恐怕澳大利亚在经贸方面 未来是面临的巨大的窟窿 而另外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 本身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 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就比较微妙 那么现在澳大利亚与美国 英国进行核潜艇的合作之后 立刻遭到了东盟国家的反对 不管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都多次发声 指责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举动 是破坏地区安全 是会造成军备竞赛 是会造成不扩散体系 受到冲击等一系列的恶果 那么另外澳大利亚的 应该说是亲密的伙伴 新西兰也明确地表示 如果澳大利亚有了核潜艇 那澳大利亚的核潜艇 是根本不能够进入新西兰的水域的 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 澳大利亚应该算算 与美国之间在核潜艇问题上 进一步地绑定 自己到底是获得了更多的安全的支撑 还是造成众叛亲离 众矢之地的这样的一个下场 是造成自己更加不安全的 一种安全的困境 那么澳大利亚之所以 跟跑美国介入台海问题 跟台湾当局的游说 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注意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前段时间接受了澳大利亚媒体的采访 说台湾方面正在为台海备战 希望像澳大利亚这样的 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 能够给台湾提供援助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台湾方面的这种游说 吴钊燮十月份 接受澳大利亚媒体访问的时候 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媒体 把那个访问下的标题就是 吴钊燮市警准备要跟中国作战 要求澳大利亚提供帮助 吴钊燮当然主要是想要炒作两岸兵凶战危 希望拉更多国家来介入 那因为美国仍然保持战略模糊 所以民进党当局 他希望找更多的国家来替台独撑腰 像是日本 像是澳大利亚 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当时吴钊燮提到的 希望澳大利亚来帮助 他说的帮助主要是 加强情报共享 跟安全交流 其实说白了 就是台湾希望跟澳大利亚 成为一个抗中的同盟 他主要还是宣传的目的 另外就是希望透过拉进来更多的国家 拖更多人下水 来强化威慑 避免大陆真的对台独动武 那吴钊燮这两天又接受澳大利亚 另外一个媒体叫澳洲人报的专访 说的更露骨了 邻国论又来了 让台湾面对这个威胁不感到孤独 又是在帮台独找帮手 他在西装的领子上 还别了一个袋鼠的别针 他说我的心中有袋鼠 I have a kangaroo in my heart 什么意思呢 他在表达的是 他说他对澳大利亚人的正义感 跟捍卫自由民主感到尊敬 我觉得他这个心中有袋鼠的说法 连澳大利亚人都要感到肉麻了 那民进党当局他想要的 其实就是身高跟澳大利亚的政治合作 不过对于澳大利亚一段时间以来 对于涉台问题的不当言论 中方都予以了坚决的回应 那么立陶宛会不会是前车之鉴 澳大利亚如果说这样走下去的话 接下来中方会采取什么要必要的措施 确实如果澳大利亚政府 包括总理莫里森本人 有一个相对清醒的头脑的话 会看到立陶宛确实是前车之鉴 那么对于澳大利亚近期的一些不当的言论 似乎澳大利亚还是在试探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 但是从立陶宛的例子 恐怕澳大利亚政府会得到更多的清晰的信息 那就是在涉台的问题上 中国的政策是既定的 底线和红线是清晰的 是不可能因为其他方面的一些小动作和挑衅 而肆意改变的 澳大利亚必须要看清的一点 就是成为美国的马前卒 下场是怎么样的 立陶宛对中国进行挑衅 背后有美国的挑唆和支持 但是美国所谓的支持 无非是让立陶宛冲锋陷阵 是这种口头上为立陶宛摇气呐喊 而对于立陶宛可能会遭受到的巨大的压力 立陶宛会遭受到的损失 美国方面并无意来进行弥补 那么如果出现事态失控的时候 立陶宛很可能马上就会被抛弃 这一点澳大利亚是要看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美国的地区盟友 如果把自己放在美国地区战略的 急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澳大利亚也要意识到的是 自己可能会面临的极大的风险 而且呢 是遭到美国盟友背后插刀的 这种潜在的下场 所以呢 看到了这一系列的相关的因素之后 澳大利亚它的对外政策 包括未来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如何说话 那么恐怕呢 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的确是这样 其实台湾呢 并不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利益 台湾呢 也不是澳大利亚重要的交流和合作的伙伴 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在涉台问题上的过激姿态 一定是在和美国一唱一和 其实美国才是幕后 介入台海问题真正的黑手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李红 谢谢邮教授 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